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老在观音堂里讲,就叫他暂时不要来,等想通了再来,明白了吗?到观音堂来不许挑拨离间,不许讲人家不好,不许有任何想不通的事情,想不通就回家去想,想通了再来,就这么简单? 因为我们刚知道每一个人没有玩,就是做的,就是说看人家主流,这个人是不是在度人,是不是在弘扬佛法,这个是最重要的,看他做的事情就知道这个果,知果懂因,明白了吗? 在同样在得到这个果子当中,他如果因不是太如理如法,以后慢慢让他改,但是不能因为人家已经种出善果了,就是因为因并不是太完美,你就把人家的果就团反否定,听得懂了吗? 好 师傅,举个简单的例子,这个你肚子很饿的时候,这个人搞到了一点饭,给你烧了吃了,你肚子饱了,那么这是已经救了你一条命了,因为你本来要饿死的 但是呢,他在给你做饭的时候呢,他呢,没有洗米,然后呢,没有把你米里面弄干净 啊,有一些杂的东西不是太干净,这个时候呢,虽然你是饱了,生命就活了,但是呢,他呢,在给你吃的之前呢,没有洗干净,没有弄干净呢,他是有点阴,不是完美 你不能说,因为你没有洗干净,你下次就不要给我饭吃了,那么你等待的,就是下一次再被饿死,听得懂了吗? 明白,要听到包容,包容挺苦的 啊,包容啊,哪有不包容的,哪个家里没矛盾,哪个单位里没矛盾,哪个世界里没有矛盾,矛盾,那是必然的,明白吗?解决它,那才有智慧,好了